他擅长飞刀绝技 一刀下去震惊俄罗斯赛场 他精通各种武器 枪响时目标应声落地 难而不斩风云志 空腹天生八尺区 他是特战勇士 他是沙场建兵 他是220万人民军队的普通议员 领千军万马纵横天下 与旗鼓相当对手沙场对决 纪念建军91周年特别节目 惊武英雄激情播出 有这么一句话 天才是99%的勤奋 加1%的资质 我很认同 有一种人 他的资质不是很高 但是他自身很清楚 缺陷 知道自己处在什么样的水平 层次 他就会很自然地 产生一种紧迫感 会想法设法 通过脱天努力 去提高自身的一些技能 达到自己的 想达到那种高度和目标 我就是属于这种人 至今 黄欣还保持着一个习惯 在休息日的清晨 他会去迎去后山的林子里 练习飞刀 飞刀属于冷兵器 在战场上 当弹药消耗殆尽 飞刀可用于近距离 攻击和杀伤敌人 这个出手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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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 这距离不够的话 他这个刀 刀比就是超小的 距离够的话 它就是正面是这样的 假如太过的话 它就是这样的 就是运动过 这个轨迹已经过了 是这么一个原理 是这样的 这个回放的话 它就这样的 出手过来 滑出来 180度 击中 黄欣 熟人飞刀 这项绝火 而让人很难想象的是 一年前 他却只是刚刚 接触这个客户的菜鸟 黄欣 黄欣 2006年入 现任南部战区陆军第74集团军某特战旅连长 一年前 他赴俄罗斯参加国际军事比赛2017 侦察兼 侦察班族比赛 由于比赛客户的设置 他才第一次接触到飞刀 却成为了唯一一名 命中红心的队员 在飞刀上 他的区域是 腹部偏上 他有三个 是 马分的区域 一个是头部 一个是心脏 一个是右胸 这边 他有三个区域 因为这三个区域 就是两分 然而 当我们试着探寻 黄心飞刀能做到百发百中的秘诀时 却听到了一个没有什么含金量的答案 我们总计的话 八年时间下来 应该 不少于两万次吧 每人 在备战俄罗斯比武的那段时间里 黄心每天练习飞刀 不少于八百次 很多手边的物品 都成为他练习的道具 他必须固化你这个不同距离的 那个你的抬手的角度啊 出手的力度啊 要固化你这个机首记忆 就是不同距离的 那种感觉很重要 那你一天八百次 你的手指是不是也有点磨损了 这个这个还好 平时像去年的话 最深的是有 隔道路里面训练 黄心习惯 用右手指控的方式飞刀 长期训练 使他的右手食指 留下了明显的烙印 虽距离比武结束 已过去一年时间 但只要稍有摩擦 救伤就会再次破裂 潜心训练 也使黄心忽略了很多生活上的琐事 32岁的他 外表比实际年龄略显成熟 平时训练任务比较重的话 像我在比武过程中 确实比较忙 也来不及的时候 可能就三五天刮一次 然后我在胡子长得比较快 可能会 形象不是很好 而这个无心关注个人形象的特战兼兵 却将中国军人的另一种形象 展现在了世人面前 像我们在俄罗斯比武的时候 就这个飞刀是全部展现在所有的观众面前的 那不是很可疑的 那个观众 对这个实力的认可 很实光 所以这个虽然分支 这个战比不高 但是这种 对那种中国 对那种士气各方面 还是很影响的 为了占比例仅仅两分的科目 黄欣练习了两万次 最终 在这个科目的比赛中 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为国争光的使命感 根植在黄欣的内心深处 他也成为了这个 蒸蒸硬汉 迈向特种作战兼兵等 不竭动力 像我的话今年是32岁了 我们单位有很多 年轻的 有冲击的小伙子 跟我一起三个集训 出国比武 他们大部分都是96年 和97年那种 像我的话 就是相对这个 岁数比较大 大部分的技能呢 他需要那种强大体能 来做支撑 那有时候我也困惑过 你想保持那种水平 就很难了 但最起码 通过平时那种努力 可以保持在同年里最高水准吧 首先不讲技能 这个民族树 讲战术上面 第一个 在运动过程中 我们是先占领 再转移 像刚才那个斜坡这里 首先应该是 我们再不暴露 自身 前列下面 就知道 再突来 举枪 这天上午的训练 黄鑫把靶场射在了野外 他要给即将参加一次 大型比武的队员们 将解实战背景下的 运动间急停射击 先观察 再占领 不说先占领再观察 这错误来就知道 明白没有 明白 给我们做个示范 黄鑫的动作符合实战要求 而从180米外的位置开始运动 中途分别对三个把镖进行射击 在这种地面凹凸不平的丛林环境中 种把率是很难有保证的 这个把的话 有效趋势直径是二十部分 嗯 难得稍微有一点 体现在哪呢难度 握子还好吧 把柜子和栗子的话 要把人家九环一类的话 可能是稍微的难度 那九环吧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栗子和柜子的话 这个稳固性不是很强 把镖中心 贴着粉色圆纸 代表九环 从燕把的结果来看 黄芯在一百二十米 一百米和八十米的位置 分别采用握姿 贵姿和利姿三种姿势 进行的自动步枪射击 都达到了九环以上的成绩 在原先的三个把镖前五十米的位置 夹射了三个把镖 黄芯要像刚才一样 用自动步枪对之前的三个把镖进行射击后 换手枪对后射制的三个把镖进行速射 射击结果依然是六发全中 而当我们探究黄芯射击高命中率的秘诀时 他给出了和飞刀相似的答案 黄芯有个小习惯 总在手上拿一个打火机 空闲时用右手食指按压点火开关 感受斑机的力度 粗略计算 每年他都会打一万发子弹 入伍十二年就是十余万 长年的勤学苦练和强大的意志力 让他迅速成长为一名精通各种特战客户的业务骨干 时间花在哪里 成就就在哪里 当我们翻看黄芯的微信朋友圈时 发现这样一个细节 黄芯妻子的生日是农历的六月初二 从2016年起连续三年 他都只是在微信朋友圈里表达对妻子的祝福 缺失的陪伴背后 是一名客战兼兵的家国情怀 中文字幕提供 两次带队出国参加比武取得的优异成绩 让黄芯连续两年融丽个人一等功 此时野外训练场上 观看完黄芯展示后的战士们备受鼓励 实战背景下的射击训练还在继续 年轻的战士们迅速成长 也无时不客地激励着黄芯思索自己的方向 当兵十二年化 可以说我最喜欢的刻步就是跳伞 跳 跳 纵身一跃 在高空中迎着太阳迎着风 俯视大地那种感觉很愉悦 内心里面一下子就得到释放 每一次跳伞的话都是我带头先跳 生活年长也是给他们一种行为上的鼓励 散将作为特种兵训练的必备技能 实际快速 精确 隐蔽于一体的渗透手段 具有侦察 破析等重要实战意义 因此每一次跳伞训练 黄芯都格外重视和珍惜 然而眼前的情形 却让跳过两百多次伞的黄芯 担忧起来 这个天没开吧 那眼睛比较厚 云层太低了 不太适合先跳一伞 黄芯担心的并非自己 散将训练 是一项直接关系到生命安全的训练科目 在高空中跳伞 稍有疏忽就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 而此刻的天气状况 对于跳伞经验不足的年轻战士 有着不小的考验 第一次跟着那个连纳后面跳 很兴奋 看这里 我们先跳 贵异航是黄芯所在面对的一名战士 今天黄芯要带领包括贵异航在内的五名连里的跳伞新手 进行散将考核 贵异航排在连长黄芯之后第二个跳伞 跳伞呢它是一个胆大心细的活 它所有胆大心不可细 但是平时喜欢去抓一些小控制等等 这样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兵 打引号吧 问题兵不一定代表它是有问题的兵 就是说可能需要我们重点的关注 它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特种兵 或成为一个尖兵 我没有问题 有时竹山开的不正常 你怎么办 怎么处置 主要是看它不正常是怎么样的不正常法 也是一样的相关的 嗯 再拐 第四天队再用拐了 第四天队再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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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名塔根本材队 拉太远了 听这点啊 你拐弯的话 你前一名拐的话立马拐 不是到那个点再拐 就来不及止了 是 同样的 同样的 那刚才第一波是这样的是不是 第六米 明天队再拐了 第六米 听出来有吗 因为天气的原因 前几批次的跳伞队员 在空中的降落轨迹 和着陆情况并不理想 跪一行在地面等待着登机 心却早已飞到了天上 你觉得你们这一组一会儿会跳得着 看他们的了这个 看他们怎么跟队 我说的打好多就行了 好 一二加油 直升机 直升机缓缓升起 达到空中跳伞的高度 第一次跟在连长后面跳伞 跪一行难掩兴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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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来就不停地往下跳 不停地往下跳 呼呼的行 他那个伞一开的时候 有人就在天上飘 然后就找到他们 找到他们 然后跟着他 连长黄心的散包成功打开 他稳稳地操作着操纵棒 调整高度和轨迹 然而 跟在黄心后面的跪一行 却出现了特殊情况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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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跪下旗子 全部都观察中游泥 快到空下 从地面上 看跪一行的降落轨迹 就像在空中荡气了秋千 摇晃不定 没有方向感 华尾转过来 跪一行多一点 三四五注意看 三四五明注意观察 他稍微动一下 把这个伞 就转过去 一动他就转 你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你人已经离了个飞机场 很远了很远 一名特种兵 是否出色 其标志之一 就是要看他能否处置特勤 化险为夷 飞在跪一行前面的黄鑫 察觉到了跪一行的情况 示威领队 黄鑫当即改变降落轨迹 给跪一行 腾出了调整的空间 调整好 调整好之后 就一直跟着他 跟着他走轨迹 基本上就是 他走什么动作 我就跟着后面走什么动作 跪一行 没有让大家失望 晃动的情况 持续了不到五秒钟 他的降落轨迹 就稳定了下来 第四名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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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走路 这一条稳呢 很好 总体来说 黄鑫那组跳的 比他们稍微要好一点 跟队很好 领队很重要 最终 跪一行有惊无险地 完成了散降考核 而黄鑫 所在连队的其他战士 也都全部散降成功 黄鑫 带领着连队的兄弟们 向着实战化标准 又迈进了一步 我感觉跟着我们连队能打胜仗 我们都相信 如果真的打仗的话 我们这个连队 是可以把我们带出去 带回来的连队 我认为 一个人强 那不是真正的强 要一群人 一个连队 一个牌 一个班多强的话 这才叫作战集体 当时间倒转 回到黄鑫十二年军旅生活的起点 照片上的人和现在的黄鑫 判若两人 十二年 部队为中国培养了一名全能标兵 十二年 黄鑫用个人的努力 助力着中国的强军梦 黄鑫 只是二百二十万中国军人中的一员 黄鑫的经历 也只是千万个军旅故事中 普普通通的一个 至今 每一名 正行进在伟大强军征程上的 中国军人 人质危机 命悬一线 武警天剑突击队领命出征 侦察飞机被撼飞击落 狙击手忽视眈眈 炸弹随时引爆 营救行动困难重重 杀鸡四伏中 新老特战队员怎样携手 完成一场不可思议的突击行动 凌千军乱马 纵横天下 与骑骨相当对手 沙场对决 纪念剑军91周年 特别节目 精武英雄之 生死突击30分 精心播出